有男子到新北市图书馆的总管上厕所 发现头上有反刮还有不明物体在晃动 惊觉被偷拍 虽然当场抓到了偷拍男 但对方称他不注意时逃逸了 目前警方掌握到嫌犯特征 要将他追气到岸 官方也说会加强巡逻 希望民众能够安心 手机上部里还有多张刚刚拍摄下来的照片 偷拍男面对受害人的逼问 哑口无言 只能不停求饶 希望对方放过他 不要报警 认错道歉 被害人还是报警处理 不要下一秒偷拍男 趁着被害人不注意 立刻放低音量 装作若无其事走出厕所 17秒后受害人才发现 立刻追了出去 但这时嫌犯已经离开图书馆 躲进巷弄里 以掌握涉嫌人特征 将经纪通知道案说明 事实发地点就在新北市板桥的图书馆 当时被害人上厕所到一半 就觉得头顶上有反光 还有不明物体在晃动 这才警觉找到偷拍 立刻持手机反拍偷拍男 想不到报警过程中 意外被他给逃了 每个月事实上有针对公共厕所的部分 去进行反偷拍的相关的巡检 那这是由专业机器来处理 虽然官方承诺会加强厕所的巡查 但图书馆平常都会有未成年孩童进出 现在竟然成了有心人士犯案的场所 难免让民众心惊惊 这里才是胡伟伦 谢谢报道